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少有五到六棟房屋 發生了傾斜 甚至有大樓下線 一樓都不見了 緊急疏散三十五戶 一百四十四人 而市府先進行灌漿監控 至於詳細的原因 還有待調查 釐清 往這邊 往這邊 住戶帶著倉促收拾的行李 緊急撤離到安全的地點 因為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附近巷弄 七號晚間發生民宅傾斜下線的情況 警銷貨報立即到現場疏散住戶 並拉起封鎖線警戒 現場不時傳來爆炸的聲音 而且晚間十點多 一棟民宅又出現下線 當場二樓邊一樓 這個巷內有一處海沙屋 最近在進行都更 根據北市議員表示 建案動工後臨近住戶 就有房屋發生軍列 但向建商反映卻沒有得到妥適回應和處置 工地的工人先喊他們裡面內部的工人趕快疏散 那已經疏散了半個小時之後 才通知這邊的住戶要疏散 所以這裡的住戶相當的生氣 認為他們簡直就是草菁人命 臺北市長蔣萬安到場了解原因 作證指揮 並先以灌漿方式進行監控 目前共有三十五戶一百四十四人 先以接駁車疏散到實踐大學後 再到旅館安置 就在蔣萬安受訪的同時 現場再度傳出聲響 由於房屋現在不只傾斜 還有下限的情況 目前已經擴大疏散範圍 北市府強調一定會以市民的安全為優先 並強烈呼籲民眾不要返家拿取物品 以免發生危險 等確定現場狀況穩定下來後 會馬上通知住戶 記者正在為人物體昌謝震靈 綜合報導 昨晚臺南入夜之後 豪雨持續下個不停 安南區長溪路一段 已經淹了三次 居民是怨聲載道 小東地下道則是淹水兩公尺深 警方趕到現場交通管制 機箱局提醒 今天還是要嚴防午後好大雨 大雨一直下 小東地下道沒多久就變成了一條河道 幾乎一半都泡在水裡 警方趕緊到場交管 入夜之後 雨室來得又快又急 大灣交流道下 水淹將近半個輪胎高 而在高速二階這一邊 一度最深淹打五十公分 一大群外送員無法繼續工作 只好停在路邊苦等 過去的時候 都會淹 都會淹 都會淹來淹去 而在安南區長溪路一段 水淹一度到膝蓋 一天已經淹了三次 居民怨聲載道 而安平區的運河水位暴漲都要快跟路面一樣高了 臺南從昨天中午後就開始降下好雨 一路下到昨晚 多個行政區 二十四小時累積雨量都超過了一百毫米 永康區還出動了移動式抽水機 但因為雨勢過大 沒能夠發揮作用 後來雨勢放緩積水已經在昨天八點多退了 但氣象局提醒 今天仍要聯防好大雨 明天天氣是實情是相當的不穩定 中午過後 中南部 東半部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現 氣象局預估 今天中午過後 包括中部 南部和東半部山區 容易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還有局部豪大雨的發生機會 民眾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颱風遭遇嚴重損害 臺東縣有八個鄉鎮市需要進行災後復原 而高雄市在六號晚上就調派車輛 機具和人力進駐 協助救災 而除此之外 停電也導致養殖場有兩萬多隻機死亡 幸福緊急調派化具車 並且載走了大約三十噸的死機 台東加油 高雄市政府六號晚上派出三十二部大型車輛機具抵達台東 也帶來八十名人力支援 在風災後 救災人力缺乏的台東縣終於等到第一批救災支援人力 一早高雄市支援人力馬上投入台東縣八個鄉鎮市協助清理倒塌樹木的工作 由於這些樹木數量實在太多 尤其是大樹無法分化處理 目前台東市垃圾掩埋場就堆了超過五十公噸 數量驚人 由於颱風造成停電 不少畜牧場發生災情 其中集中型的養雞廠因為煤電通風不良 造成全線超過兩萬多隻機死亡 大約六十公噸 縣府接貨通報 緊急協調屏東的處理廠業者 再走三十公噸處理 剩下的由台東縣自行處理 縣府估計農業損失已達七億多元 續產養殖的損失還陸續發生 縣府強調會盡快處理死亡的續產動物 防止傳染病發生 記者張明哲 台東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室 臺灣十八歲舉重女將陳冠玲 在世界錦標賽五十五公斤量級 以抓舉九十一公斤 平舉一百一十二公斤 總合兩百零三公斤 擁奪了三面金牌 而自由時報需報導 臺灣隊在U16亞洲男子籃球錦標賽 吳玉錦被退賽 籃球協會表示 是東亞籃球協會主席姚明的單方面決定 不過昨天有知情人士爆料 籃球協會沒有參加賽前的技術會議 才導致賽制修改也不知道 甚至連抗疫的機會也沒有 聯合報提到了 家中有長輩住院 請看護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健保署昨天宣布 要續辦住院整合照護服務事辦計劃 一間病房三到四名患者 共同聘用一名照護員 一起分攤費用 減輕經濟壓力 今年的預算增加到五點六億元 擴及八十四家的遺院 而看完報紙重點繼續來關心 隨著二零二四總統大選的時間逼近 近日幾位總統參選人 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政見 對於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免健保費的話題 衛福部長薛瑞源原本說 預計明年上路 昨天改口最快後年實施 早來已故體育主播副達人的兒子 傅俊豪還有代理育母 解禁推動者陳昭姿對談 民眾黨總統參選 柯文哲連續兩天推醫療政策 七號職工爭議的安樂死 還有代理育母議題 坦言自己支持 想不到有什麼理由反對 強調認為是對的 柯文哲跟侯友宜也都拋出了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免健保費方案 六號衛福部跟行政院開會 決議明年將會將長者的健保費 擴大補助 不過衛福部長薛瑞源七號表示 話說得太快 預算程序仍要遵守 真正的實施日期 最快也要到二零二五年 而侯友宜一早就直奔花蓮 進行選務行程 被解讀是要跟花蓮立委 傅坤其修補關係 也喊話中央政策不要做半套 副總統賴清德上午也出席 台北國際照顧博覽會 期盼未來長照產業推動 更加順利 不過近來賴清德 在新北市萬里的老家 遭到質疑是違建 賴清德上午出席活動 特地親自向媒體說明 老家是公僚 民國七十年以前就存在 符合法規 因為那個老房子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也在民國六十年左右 就拿到門牌號 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調查 如果有需要配合改進的 這個我們都會配合 新北市府只要賴清德 盡快一規定來申請 另外鴻海創辦郭台銘 近來積極地約柯侯兩人見面 不放棄再也整合 郭台銘近來勤跑夜市 要跟民眾勃感情 下週領表就渴望宣布副首人選 記者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出席非洲友邦 史瓦蒂尼的獨立建國五十五週年 還有國王恩許瓦蒂三世的五十五歲生日 並感謝許國為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來發聲 而蔡總統也在和媒體查詢時 透露史王有告訴他 非洲有不少政要向他關切過台灣 顯見台灣重要性正在提升 出訪史瓦蒂尼和媒體查詢 蔡總統收到非洲政要的歡迎 還透露臺灣在非洲的重要度正在提升 而政府推動的非洲計畫 也會強化臺非關係 為下一任總統奠定外交空間 尤其國內大選 外界關注注美代表蕭美琴 是否為民進黨賴清德的副首 蔡總統是否能聚中協調 至於近來傳出美國施壓台灣 開發生物戰績等假訊息 蔡總統強調 中國介入選舉手法和力道 不斷增加方式多元 從事認知作戰 對於台灣民主是重要挑戰 國人不能不謹慎 相關單位也要儘速事宜澄清 尤其政府的執政主調 就是穩定和發展 會克服挑戰 蔡總統參加友邦史瓦蒂尼 55年國慶 也是死亡恩史瓦蒂 三世五十五歲的生日 待遇比照王世成員和各國元首 死亡自持的時候 後更第一個就提到蔡總統 蔡總統的位置就在王母和王妃旁邊 互動頻繁 也參觀了史金政府醫院 尤其是急診大樓 在二零二一年完工 是臺史合作的成果 同時也感謝北醫醫療團隊 投入十四年的努力 一做就做了十四年 非常的不容易 史國衛生部長感謝台灣 在疫情期間大力協助 稱讚台灣的公衛經驗 無法參加世衛組織並不合理 史瓦蒂尼將會持續協助台灣 捍衛應有的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 泰土格號事故發生了兩年多以後 車廂內被發現 還有罹難者的遺骨以及遺物 台鐵局用賴或是打電話 向家屬道歉 引發批評 因此台铁局昨天再次召开了记者会 正式向零难者的家属鞠躬致歉 并承诺会一对一当面访试家属 道歉并提供关怀 关怀小组他的网络包括用LINE 或者是如果愿意接受的话 我们也会用致电的方式来表达关切跟歉意 事发两年太鲁克号事故车厢里 被发现仍有罹难者遗骨 对如何向家属致歉 担任关怀小组窗口的台铁局 第一时间说出用通讯软体或打电话 再次引发舆论批评 让六号才邀及相关单位闭门 检讨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隔空要求应该更有同理心 90度鞠躬 台铁局临时召开记者会证实致歉 强调一定会当面访试四十九位罹难者家属 道歉并提供关怀 也会主动协助家属认领遗物 因为台铁近日在清查车厢 又寻货包含衣物证件玩偶等一百六十八件物品 从照片上来看都已经破旧毁损 而罹难者家属为人律师陈梦秀指出 家属更期盼的是全责单位 能尽快提供调查检讨的完整报告 给他们一个答案 还有在程序面上面的一个检讨 那我们预计会在我们会立即展开 那预计会在一个月之内会完成 陈梦秀呼吁政府的处理方式应该更细腻 也要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以免一再揭开家属心理的伤 接一批深信任 沈志明台北报道 台中市有一所幼儿园 一名诚信教保员 在去年被多名的家长指控虑童 台中地院审理完毕 判一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全案还可以上诉 不过家长认为判刑太情 去年一月台中市私立立哲幼儿园 爆发虐童案 诚信教保员对班上至少十一位孩童施暴 并且恫吓学生不准讲出去 经台中地监署提起公诉 台中地方法院近日审理后 依十一个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 强制罪恐吓危害安全罪 判处一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其中八个月得一颗罚金 受害儿童家长认为判决实在太轻 太轻了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学生 我们全班三分之二的人 做到老师的一个肆虐 然后这种心理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求助专业 我们要怎么要去陪伴孩子 然后我们会会觉得很无力 怎么孩子让我手上变成这样 就现在的老师都一再的宣导 不可以再有这个事件的发生 校方强调诚信教保员已离职 目前持续加强诚堂督导 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部分家长表示 虽然事件已过了一两年 但孩子仍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情绪不稳的情况 医师建议家庭相处上 家长可把握时机正面回馈 增进孩子自我认同 并且理解小孩所有的情绪反应 不要过度负面解读 医师也建议另外可提供安全感 尽量不要让孩子落单 以及包括转学在内的生活变动 都可事先让孩子知道增加确定感 都有助于心理修复 目前全案还可上诉 台中市府先前则已对诚信教保员 通报为不适任教保服务人员 家福基金会公布全台受辅助的儿少跟家庭 约有两万六千户 而且根据统计 贫穷儿少与家长 首要的困扰是健康问题 将近每三户就有一户 深受家长的疾病所苦 照顾家人是每天日常 十五岁国三生旨疑 因为父母哥哥生病 要承担家事跟要帮忙农物 当同学可以出去玩 他却得待在家里帮忙 就算很争气考上第一志愿 也因为需要照顾家人 决定舍弃 选择离家近的学校就读 他最大的愿望 是希望有天能卸下重担 家福基金会与影后 贾静文导演杨丽舟合作 推出伪电影 联手为贫困儿少与家庭发声 曾在年少时 一肩扛起家庭重担的 代言人贾静文表示 这些弱势孩子 需要翻转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翻转 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重要的 因为说实话 大家的原生家庭 都是无法改变的 去年受到家福福助 有两万六千户弱势家庭 超过八千户的家长 面临健康问题 将近每三户就有一户 受家长的疾病所困扰 若是儿少被期待成为照顾者 家长生病更带来经济问题 当你受到健康因素影响的时候 你就马上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这对整个家庭经济 是影响非常的巨大 去年家福基金会 发出近五千万元的 急难救助金 重大医疗占七成 今年家福的募款目标为七千万 家福表示家户需求逐年提高 希望募得款项做急难救助 与建构脱贫能力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重新站起来 记者林静梅 陈昌维台北报导 从高雄行驶到澎湖的全新澎湖轮 六日深夜从高雄首航 除了每趟可以搭载六百名的旅客 还可以载运小客车和游览车 但是有澎湖的居民表示 新船没有比较快 会影响他们搭乘的意愿 潘水里迎接澎湖轮进港前 船身前后也放鞭炮庆祝首航 接棒退役的台华轮 将肩负起澎湖往返高雄的运输 补给任务 首航载运两百六十八名旅客 却疑似进港前揽神断裂 把马头民众级船上乘客吓一跳 也有乘客为了首航而来 一家人分成两辆加拿大进口 三轮摩托车下船 我之前EU1在这边当兵 退伍之后每年都来这边来十几次 对啊所以今年特别不一样 首航就过来这样 逢库轮全长近一百二十公尺 最大载客输六百人 可同时在四辆游览车 加八十二辆小客车 但新船航程时间没有比较快 也让有些居民坦言搭乘意愿低 老船的可能一些风浪影响 就是他也没办法运送 那可能新船看看之后 是不是不会受这种影响 同样是离岛交通运输船 台马之星却还无法恢复 基隆到马祖的长城航线 主要是今年六月三号 航行中船机故障 三百八十九名旅客 一度在海上漂流 经过两个多月停航 航港局只先放行短程航线 也就是南竿到东引 航港局表示短程三小时以内 有状况容易排除 长城航班长达八小时 还是得确认安全无疑虑 才能决定复航时间点 而除了台马之星 还有新台马轮往返本岛 运输状况仍能维持 记者王庭许正俊高雄澎湖报道 美国一名洞穴研究员 在土耳其一处深达 一千多公尺的洞穴当中 进行探勘的时候 却突然未出血 没有力气离开 受困在洞穴之中 而昨天欧洲多国的救援 陆续抵达 展开大规模抢救行动 大约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 正近其所能的将在探勘研究中 却突然生病的四十岁马克迪奇 从底下约一千公尺深的洞穴救出 美联社七号傍晚取得一段迪奇 于六号在洞穴中的影片 当时救援人员已经在他身边 迪奇感谢土耳其政府的迅速应变 在自己奄奄一席之际 派出的一支先前医疗团队救了他 迪奇是在二号于这座土耳其第三身的洞穴 带领一个工作小组慧智新通到地图时 突然未出血 救援团队先为他输血 直到七号中午他的状况稳定下来了 未出血已经止住 甚至已经能吃一点东西 但无法攀登离开洞穴 救援团体估计下方洞穴温度设施四到六度 一位参与救援行动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必须用单架抬他 很可能需要十到十五天甚至更长才能将他送回地面 若遇到狭窄通道还要拓宽到足以让单架通过 此外通讯系统的建立也需要时间 土耳其军方已跟迪奇那边拉一条线 并在距离洞口约七百公尺处架设基地营 迪奇本身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洞穴探险家 也是一位洞穴救援人员 但健康出状况反而需要被救 若行动成功将成为活教材 公事新闻华编玲 关心天气 今天白天各地的雨是趋缓 但中午过后容易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气象局针对台东以及屏东地区 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气温方面 由于云量偏多 各地的高温是落在29到32度 接着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